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晚的時事平台 踏入新的一年進入了所謂的後疫情時代 加上近期驚人的通脹 國民在衣食住行方面似乎在今年都會有一些新的改變 大家無論是將會在家工作也好 還是正準備報復性旅遊也好 相信有些不同新的趨勢會成為今年的新常態 但究竟展望今年的時候有甚麼改變 今晚和大家一起談談 討論之前先介紹我們今晚的兩位嘉賓 兩位都是我們本地的時事評論員 我們有陳文明先生和陳芯田先生 歡迎兩位 各位觀眾如果想參與我們的時事熱話 也可以去到我們本台的網站 www.fairchildtv.com 點擊時事平台的橫額 就可以留言給我們 又或者去到我們的Facebook專頁搜尋 Challeng Platform 也可以 事不宜遲,我們先跟明Sir談談 你自己有怎樣看我們未來的新的一年 有甚麼新的趨勢呢? 我記得疫情也算過了兩年三年 疫情初期的時候大家當時都很著弱 很多話題 當時又學習自己剪頭髮 一會兒又說家居維修 又搞到這隻橫額又貴了 又說個個專學的DIY 但現在來到後疫情時代 2023年你自己怎麼看 有甚麼新的趨勢? 應該兩年疫情的困擾 大家的生活方式都多多少少有些改變 剛才你提過自己剪頭髮 其實不是自己剪頭髮的 男士就會很樂意給太太剪頭髮的 但女士就不是太樂意給先生剪頭髮的 這個是其中一樣 你是家居維修的 因為家居有問題 過去兩年 一盡可能自己搞定 自己搞不定的 上網看看有甚麼招數可以學回來 但是煮菜 即是廚藝 就似乎是一個新常態 為甚麼呢? 因為在疫情期間 大家知道很多餐廳都封了 不可以去吃 進去都要人數限制 很多時候就是家居自己住 自己想吃東西吃不到 那煮其實不太難 因為互聯網的關係 很多軟件 你上網看 你喜歡做甚麼都可以在上網學得到 那一次不行 第二次 因為時間長 結果 每個人的廚藝都精進了 我們通常就是 煮到一份好的菜出來 拍張照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品嘗告訴朋友 看這些好不好吃 這個我覺得 只是一個新常態 當然包括我們很多開會 不需要實體的會議 很多軟件幫我們開會 搞廣作亦如是 在家工作也一樣 可以說是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模式 陳森田 你有甚麼看法? 我很同意 而且現在真的沒有手機 很多事都做不到 我最近和一個朋友聊天 他說他的教會 現在那些長者參加手機班 用多過參加茶經 手機用多過茶經 事實上過去來說 很多我們的生活習慣 譬如說去銀行 或者要做一些交費 這些 有時舊時都會親身去的 但現在迫著這兩三年 很多事都用手機去做 再加上剛才明所說 如果你想學煮菜 你還是拿手機 看看YouTube 看看軟件 我覺得 我們將來的生活 無論是甚麼年紀 都好 越來越要依靠手機 上網自我增值 固然是開心事 但是很現實的一件事 剛剛過去這一年 我們說的 不說其他 最貼身的就是買菜 大家都看到價錢貴了很多 無論說通脹是8%也好 無論如何 Ming Sir你又怎樣看 對於新的通脹數字 那麼驚人 大家是否都會窮側 變側通 生活模式 或者有些小貼士 都會有些改變 這肯定是 因為最嚴重 因為今年的通貨膨脹數字 就開始飆升 其實不只是加拿大 首先在美國 其實美國在去年4月 通貨膨脹數字已經由2% 一直到4.2% 然後就慢慢直線上升 加上今年的俄烏戰爭 年初的時候 美國的通脹數字 都好像7.1% 那俄烏戰爭爆發了 當然因為很多 能源自然的短缺 供應鏈的斷裂 導致物價飆升 曾經最高到9%多 我們加拿大 都好像去到8%多 慢慢跌下來 這個對於一般的富裕階層來說 高收入人士來說 影響不大 因為對他們來說 加了幾個% 他們可以應付得到 但是對於中低收入的家庭人士來說 這個是肯定一個白上加根的 因為通常他們都有些借貸 例如汽車借貸 防貸 防貸 防貸基本上就會加息 每個月支出的負擔增加了 再加上 如果每個星期都會去超市買菜 你會發覺 食物的價格 是比我們政府通告的通脹數字高很多 如果真的收入不是太高 那就會做一個入不敷之的景況 買菜的時候會計算 哪裏便宜 朋友圈通知 哪裏有大減價 就搶到去買 這對中低收入家庭 就不是一件好事 不是一件開心事 希望政府有些政策 當然它有提供一些 我始終覺得是不足夠 對於中低收入家庭人的生活來說 希望政府這方面能夠做到工作 陳新田你又怎樣看呢 我們如果說很膚淺的表面 我們今年無論說 剛剛過去的這一年 無論黑色星期五 或者例如你說節禮日等等 似乎民眾購買的慾望 絲毫沒有減少 但問題是收入 經常都沒有顯著地增加 其實面對通脹 你自己怎樣看來的日子 我覺得2022年 經濟主題就是通脹 無論是能源、食物 甚至剛才阿Ming都說到 有時候 一些通脹的數字 都未必很反映到實際 我們面對物價的上升 但我覺得是2023年 今年新的一年 我們那個主題可能就要面對衰退和失業了 因為其實為了通脹 2022年的時候 各個國家的央行 和我們加拿大中央銀行 都以一個很急速和很頻密的加息 去壓止通脹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的通脹 基本上雖然仍然是高位 但已經有少少是穩定了下來 但這個不是沒有代價的 當我們的息口高了時候 借貸成本高了 這個到頭來就影響企業 影響他們的盈利 影響他們請人 所以我恐怕 今年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有機會是衰退和失業的問題 剛剛1月1日 這個時候這麼快就說衰退 似乎氣氛就不太好 先說一些開心一點的事情 現在隨著不同的國家 都開始逐步放寬他們的防疫措施 開關等等 也知道近年 去年年底開始 也有所謂Revenge Tourism 這個報復性旅遊的一個 一個新的keyword出來 也看到很多的新聞好友 無論是社交媒體都會分享他們 急不及待 立即要出去旅行的經歷等等 兩位嘉賓Ming Sir說 你們又如何看來近旅遊業的發展 會否真的可以吃著這條水 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可以有些新的改變 甚至令整個旅遊業 會有些轉變的模式 旅遊業的報復性的消費 肯定會出現 因為疫情期間 過去兩年 很多地方都封了城 或者這些限制措施令 很不方便 加上那些飛機 也不是那麼班次那麼頻密 今年年頭開始 就逐步放鬆了 很多國家 很多地方 包括我們加拿大 入境措施都放寬了很多 那就無法否認 因為你停了家裡 兩年都不去 最主要是探親 你上去這些地方 你去不了 現在突然放寬了 就好像洪水式湧出來 你看到機票 有時一票難求 就算買到都會很貴 對於這些旅遊業來說 是不幸運的好事 但這些我覺得 只是一個暫時性 因為兩年不出去出國 你現在有機會可以去玩 那些人就會拼命爭取機會去 但是休克風去完之後 慢慢會平復下來 當然旅遊社 都應該旅遊業 要創作一些新的賣點 例如開發一些不同的旅遊項目 地方 不需要集中去某一兩個城市 兩個國家 導致無端端的酒店爆棚 機票、機位也沒有 我們的旅遊業是相當靈活的 我希望能夠開創一些多的渠道 發掘一些不同的旅遊景點 旅遊項目 讓大家都可以大開眼界 陳森田你又怎樣看呢 雖然我們本國的機場 在剛剛去年底 聖誕假期一段的時間 似乎都幾多掉漏 但無論是本國 或者全國 或者全球 大家面對這個 接下來的旅遊季的浪潮 其實是否都是樂觀的呢 我覺得一定是給疫情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幅的反彈 尤其是現在很多人都困了很多很久的日子 都藉著這個機會出來旅行 不過我覺得我們都要留意 商業方面的旅程 因為在疫情的時候 這個微軟的創辦人Bill Gates 開始他都估計 他說即使將來 其實因為現在在疫情的時候 很多人習慣了用網上開會 他預計一些所謂business trip 商業的旅程可能會是減一半的 將來 所以如果想著 因為現在有見到私人的旅行 那些的反彈 就會覺得 譬如說酒店 或者這些會很興旺 我想我們都要留意 商務方面的旅行 可能是會 長遠來說 是比疫情之前減少很多 講開商業社會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在疫情期間 無論是政府工也好 很多人已經開始了 甚至是習慣了一個在家工作的模式 但是隨著疫情 限制在放寬的時候 其實無論是當權者 政府也好或者僱主也好 其實會不會開始都會 要叫員工或者強制他們回到公司 不可以說都被你任得 一個星期七日都是留在家 明Sir你自己怎麼看這個 所謂work from home的趨勢? 在家工作呢 疫情期間 是一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因為當時很多辦公室 都不讓人聚集 就無法上班 但是這些在家工作 那些工種 就是部分能夠做到的 譬如有些你真的要面對顧客 或者是實體公司做事 那你不可以在家工作 但是對於有些 例如設計 計數那些 他可以在家工作 那就三年過去了 那些公司和僱員發覺 在家工作呢 有很多好處的 例如那個上班 就是工作時間靈活 效率可能更加好些的 那還有一點 在公司的支出來說 他發覺 原來公司的面積 不需要那麼大的 在同一時間 可能只有幾個員工 百分之三十個員工 在公司工作 那於是他們 在寫字樓的工作面積 那個租金來說 可以省一點的 那其實這個 就得益於互聯網的普及 那因為互聯網的普及 加上這個疫情爆發 就引致到這個 在家工作的概念 普及化了 但是你中觀人類的歷史 每逢有新的科技出現 往往就會改變的 經濟結構和模式 那繼而改變了 人類的生活模式和行為 就好像航海技術 和蒸汽機和蒸汽船的出現 就改變了貿易的模式 就是以前歐亞的貿易 就是要思綢之路 一路上去的 但是從航海事業發達之後 就導致了中亞這些內陸城市的衰落 和亞洲沿海的大城市的興起 好像孟買、馬六甲、新加坡、香港、上海 都是這樣的 就是凡是一個新的技術出現 就會一個新的經濟模式出現 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這趟在家工作 都可能會是未來的新的工作模式 都不定 正如我們現在的兩位嘉賓 都是在家接受訪問一樣 談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談談世界局勢之後的改變 各位歡迎回來今晚的時事平台 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依然有陳敏銘先生 和陳芯田先生 和我們一起展望一下 2023年有什麼新的發展 問問陳芯田 我們在談世界局勢方面 當然 我想 種種的問題 或者很多不同的現象 可能不多不少 都是由鵝烏戰爭 影響蝴蝶效應的效法出來 你自己又怎樣看 未來這一年 這一場的長期戰役 會不會可以有停火的轉機 我想在去年 2022年 這個鵝烏戰爭可以說 是影響著我們全世界 這個戰爭 亦都很可惜 拖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我想說出的就是 當初這個鵝烏戰爭打的時候 可能都沒有人猜到會拖了這麼久 至於現在來說 你說 是不是可以很快可以停火呢 似乎現在我們看到的跡象 就是停火的期限 似乎都沒有什麼很實際 說近期可以見得到的 當然我們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這些政治事件背後 其實都有我們看不到的一面 可能幕後他們在那裡聊著 或者在說話 但是我想有幾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現在似乎雙方 就是俄烏兩邊都很難下台 就是烏克蘭他們 就一定要拿回之前 給俄羅斯入侵的領土 而俄羅斯也都似乎是不願意放棄 就是有一些烏克蘭 譬如說他們拿到的地方 另一方面就是看看歐洲的情況 原本俄羅斯有一張牌 就是想用能源方面去威脅歐洲 就讓他們不去支持烏克蘭 但是我就看回一些資料 發覺原來今年暫時來說 歐洲的冬天比你想像中暖一些 再加上在過去這幾個月 其實好像德國這國家 他們都想盡辦法在能源問題上 怎樣節省能源 或者找一些代替品 甚至在中東那裡輸入一些能源 似乎暫時又未至於可以 即未至於被俄羅斯威脅到 或者勒索得到 所以我估計 可能這個戰士都還要拖一段時間 承接著Wallis的論點 問問Ming Sir 隨著冬季開始慢慢過去 到之後天氣回暖 如果你說俄羅斯這方面 所謂僅存的能源方面的優勢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觸發了 有那個迫切性是要需要停火呢 你自己怎麼看 其實現在的戰爭是膠著狀態 當然我們是希望它和談 但最少停火 但看來暫時都不會發生 因為雙方的叫價都相當高 俄羅斯已經侵併了烏克蘭東部的四個州 包括八年前的克里米亞 這些它是不願意套出來的 對於烏克蘭來說 喪失領土被人侵略的 這些苦果它是不會接受的 但是烏克蘭能夠堅持到這場戰爭繼續下去呢 很大部分原因是西方盟國的支持 最主要是美國 北有些國家支持它 俄羅斯也用它的能源 賣出的能源 例如石油和天然氣 都可以拿到它的收入來支撐一場戰爭 當然以能源制裁西方來說 主要是歐洲 令到西方 不過今年冬天當然 天氣沒有預期中那麼冷 所以對於歐洲來說 影響暫時不是很大 但是最要命是什麼呢 因為歐洲缺乏了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供應 導致到它的國家裏面的能源價格飆升 即使你能夠拿到外地 像美國卡塔爾那些天然氣 價錢都很高 直接導致到德國的工業可能會出走 影響到德國的經濟 這個不是今年冬天 可能未來幾年都是這樣 這個對於整個歐洲的經濟情況 是不太妙的 現在唯一希望什麼 因為你繼續打下去 首先對於人命 包括軍隊平民 烏克蘭的人命 和俄羅斯的軍隊 都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這件事我覺得 戰爭是完全不必要發生的 以及你的戰爭拖下去 要譴責的 但是如果你和談好望 但我希望能夠做到什麼 你盡快停火 因為你不需要真正有一個和談的結果 你要烏克蘭吞這個苦果 不可能 你要俄羅斯套出來這些 這些兼聘了的外國土地 也都暫時是不可能 但是起碼如果你停火 大家就不會繼續有人命傷亡 以後怎麼發展下去 其實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講過就是 以色列霸佔了 以色列霸佔佔了的荷蘭高地 都五十多年了 都日子都是這樣過 我世界都不承認 以色列霸佔佔了的荷蘭高地 這些是侵略得來的土地 同樣的 包括克美里米亞 在來的烏冬四周 沒有一個國家 除了小部一兩個國家 全世界大部分國家 是不承認俄羅斯侵略這些土地的 這些是有違國際法的 我只能希望什麼呢 其中一個可能要戲劇化的發生 就是什麼呢 就是雙方 即使雙方政權跨台 就達至到那個 停火或者和談的協議出現 亦都有可能的 但是呢 即使雙方政權都是撐住在那裡 我都希望它是什麼呢 你盡快達成一個停火協議 停了火不要再打線 以後的事情在談判上再說 這個是比較理想一些的 未來的 就是今年希望發生的事 嗯 剛才你提過 你說在德國的應對能源方面 都開始要想一些其他的招數 大家都不能夠 吃回以前的那一套 只是依賴平價 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 但其實對於其他國家來說 環繞著這個戰爭以外 其實是否都有其他的措施去應對 是啊 我想其實今次 澳戰爭 就絕對不是說 局限在這兩個國家的問題上 因爲所以 引申出來的問題是很多的 譬如說 就是很多國家 過去來說 譬如說 在歐盟 甚至德國 他們都很依賴 譬如說 俄羅斯的能源 甚至跟俄羅斯的關係 相對都是比較密切 但是今次來說 就把這些所有的平衡 都打破了 那變成歐洲 他們現在要想 譬如德國 最簡單的能源問題 那是否真的要 可能再去 重啟用核能去發電呢 譬如這些方面 那就會變成一些很大的改變 在這些國家的 國內的一些 經濟政策 或者能源政策 那至於就是說 也都會影響到 譬如說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譬如說 之前一些的北歐國家 本來都是不結盟的 或者是比較中立的 現在他們都會想 加入北約 所以這次其實的影響 是影響在商業上 外交上 軍事上 有一個很大 甚至很長遠的影響 明sir 你的看法 俄羅斯戰爭 無可否認由去年2月開始發生 是改變了 認為是21世紀的地緣政治架局的重大改變 因為俄羅斯一直以為自己是一個歐洲國家 但是經過這一次的侵略戰爭 以及歐洲基本上是杯葛俄羅斯的 會導致俄羅斯就會脫歐入亞 入亞就不一定是去中國 包括可能印度、伊朗、中亞這些國家 因為他覺得西方國家已經解釋他 因為事實上他做了這樣的侵略行為 但是這樣發生了之後 就是過去俄羅斯500年未發生過的 所以要避然政治版塊變動 當然有些國家會得利 有些國家會失利 好像印度買了廉價的石油 中國有更加多的俄羅斯臨源供應 例如天然氣 他新開了西伯利亞2號的天然氣管 反而歐洲 因為如果缺乏了過去20年 缺乏了來自俄羅斯的廉價 以及穩定的能源供應 現在實際上你沒有了這些廉價的能源供應 就像德國為例 他就會見到很多天然氣液化的接收站 即使你有些液化的天然氣接收站 你要很高的價格 高過俄羅斯的天然氣價格 在外國買回來 例如美國、卡塔爾 甚至澳洲買回來 會導致整個人類的經濟 21世紀 這三十年 第二十年 經濟結構會改變 當然 不單止是俄羅斯和歐洲 我剛才說過 包括全世界的國家 對中國的影響都相當大 但中國長遠來說 因為有廉價穩定的俄羅斯能源供應 是幫中國解決馬六甲困局 還有中國一直以來擔心 因為中國自從1993年 由石油出口國變成石油輸入國之後 能源供應是他永遠的惡夢 如果能夠在未來25年30年 都可以得到俄羅斯的穩定能源供應 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經濟上的幫助 謝謝兩位嘉賓 說到2023年的展望 相信短短的節目時間 真的沒辦法說完 但未來這一年 無論是面對通脹也好 或是面對世界之間 國與國之間的戰役也好 希望人類可以用一個比較和平理智 以及具有文化的方式 可以平穩地去解決各種問題 今集節目時間到此 我們下星期再會 會不會有台快的 我們下星期三日 會不會有問題 我們下星期三天 並且是我們下星期三日 我們下星期三日 在氪下星期三日